哈囉大家好,歡迎回到我的頻道,我是Sara 嗨 會不會那個翻白眼 大家就馬上退追,然後離開 或者是第一次來看我影片的人 會不會直接就 掰 我只是忽然間想翻白眼 不然每次嗨都一樣 今天呢,你們如果有看title的話 沒錯 就是我們的寶雅隨機買 就是我自己有一個隨機買系列 雖然這不是我發明的OK 我只是忽然間走去驅人師 就覺得,欸 我來看一些我沒有看過的產品 你抓一抓買一買 我現在就叫他隨機買系列 OK,我沒有學誰 然後這個東西呢,也是大家都可以拍的 我看了一下我的影片 我居然已經半年沒有去寶雅買 就是彩妝了 我以為我超愛去寶雅的 但是發現原來我沒有我想像真的這麼愛 是嗎?就是發現沒有那麼常去 所以隔這麼久之後 我們就是再來拍一次隨機買系列 裡面多了超多新的產品 然後因為去過日本之後 我對彩妝,尤其是日系彩妝 又有了更多的怎麼講 不同的感想 所以我這次去寶雅的時候 發現我一直在看日系彩妝櫃 其實台灣的日系彩妝櫃真的有點多 然後呢我在Visay這個櫃呢 就是不小心晃太久 然後買了太多東西 那今天一般來講 我的隨機買些都是一個品項買一樣 今天可能會 某些品項會多幾個產品 那因為是完全沒有任何的計畫 而進去買東西 所以我現在超級無敵害怕 我露了什麼 因為我從進去就開始看 我沒有看過的 然後看到就拿起來 我還是會在手上刷一下色好嗎 我沒有想要就是這麼用力的彩妞 但是如果你們很希望 我就是走進一間店 看它的包裝 跟它的行銷 它上面的圖片 就直接買的話 在下面留言 然後我還沒有要拍 就是專櫃系列好嗎 就是我剛剛從日本回來 撕寫過多 今天這代買下去之後 就已經覺得 對 所以我們廢話不多說 我們先趕快進入影片的部分吧 那首先呢 我記得我的底妝的部分挑超久 因為我發現其實沒有很多新的底妝欸 就是至少我覺得沒有 然後跟我沒有用過的 應該是真的蠻少 除了MACO有一罐那個超大罐 我也不知道那罐是什麼東西 然後在手上刷了色一下 發現它有點乾 所以我就把它放回去了 然後現在好了 現在還有一點 四百多塊 我看到這個 Integrate的GG霜 就覺得 嗯這個兩百多塊 比較符合我想要買的預算 然後其實加上我最近的妝容 你們如果有在看我的影片的話 應該有感覺 那底妝呢 已經不像以前就是 就直接超級無敵重 Juvius Place的那個粉底 或者是那個 Puda Beauty啊 的那種超級無敵遮瑕 對我現在也在追求一個 自然一點點的妝感 因為我的年齡 you know 總之呢我們第一個這個是 Integrate他們家的CC霜 然後呢因為Integrate他們家的BB霜 非常非常好用 就是之前我一直說 它的妝感非常像 Make Up For Ever 那一罐你知道 就是妝感非常的相似 然後那一罐呢 又是大家的最愛 也是我的最愛之一 所以我想說它那個CC霜 應該會非常好用吧 然後我的印象中 CC霜呢 是有膚色均勻的效果 是有一點點遮瑕力的 所以我們今天的底妝走一個這個 非常的natural anyway 就直接來把它刷到我臉上杯 好 擠出來是這樣子 有點偏粉的膚色 這顏色我就直接上了 它叫做mineral base 非常的尷尬 我剛剛以為這裡沒有乾皮 然後可是我一上 乾皮就出現了 我現在是直接 這真的千萬不要模仿 我是直接用手把乾皮抠下來 not good 千萬不要那麼做 只是因為我想說我現在在拍影片 我不想要乾皮直接留在我的臉上 對現在這樣子 有點破壞我的肌膚組織來著 但這個CC霜呢 因為我這個CC霜應該是 有一點保養也混在裡面 然後會讓皮膚看起來很薄睡 然後其實反而在遮瑕度上面 看不太到太多的差別 但是會讓你的肌膚看起來很勻襯 看一下我多上一點 乾皮刮掉之後 看起來就正常 而且我現在是用那個氣墊粉 噢 這樣子妝感就看起來很好看 其實剛剛那些乾皮的地方 就是我稍微有一點點過敏的地方 可能是我真的乾皮自己沒有把它處理好 沒關係 我們先來上上另外一點 我覺得用量有一點點需要多耶 可能因為我用粉撲啦 所以一般來講用手上 但是我自己目前最相信的 就是我的氣墊粉撲 然後這邊還是有一點點小小的乾皮危機 但拍一拍之後 也是看起來正常 就是自己的肌膚的感覺 就是比剛剛還要亮 然後還有勻襯對不對 我對CC霜其實說實在 真的沒有那麼多的經驗 雖然剛剛有乾皮危機 但是我現在看起來妝感是非常好看的耶 我不知道怎麼講 這樣子 近看有沒有 一切就是均勻了 這一看其實就是我的肌膚 不過好一點的我的肌膚 這是我會每天想要用的耶 就是如果我沒有化妝的話 還是常常會有幾天是沒有人要化妝 好接下來的話 我們有遮瑕膏 然後我也是發現 最近好像沒有到那麼多人 至少在保雅裡面的品牌 沒有那麼多人出新的遮瑕 然後或者是我沒有用過的遮瑕 然後我就找到這個RAMO 其實RAMO我現在在屈臣室其實也是沒看到 都是在保雅才看得到 RAMO其實是一個底妝非常強大的品牌 只是以前紅的就是已經算是一個蠻老的牌子 比較沒有人在講它 那這個我沒有使用過 這是他們算最近才出的 這個是KIND & FREE Hydrating Concealer 它是很友善很自由的保濕就是霞膏 那我的畫剛剛戴的這櫃上還是稍微適用了一下 然後這個的話我記得也是稍微暗沉的一階 但是可能沒有那麼嚴重 那我的色號101 Fair 它是感覺比較保濕的那種感覺有沒有 看起來亮亮的 我記得我那時候刷完之後 它就算稍微乾了還是可以看得到一點點就是光澤 那我的畫是少量的上在一些我需要的地方 嘴巴附近其實最近越來越多瑕疵跟需要遮蓋的地方 然後跟我今天不知道為什麼就是很明顯的這個血管 我現在在學習不要上太多的遮瑕 然後把眼睛這一塊全部遮到平掉 妝感也會看起來比較沒有那麼有立體感 你知道我化妝就算畫了那麼久也都在學習 所以下面大家的交流對我來講很有幫助 像上一次臥蟬畫不好我直接問大家怎麼畫 我看到很多非常非常有幫助的留言 所以感謝大家 有什麼tips想分享的就是即使在下面分享 大家是很想聽的 然後這個是比較保濕一點點的遮瑕 所以我就稍微給它一點點時間拉乾掉 不然我怕我太快壓開 它們等一下就是會暈開之後就變成nothing 然後等一下其實 我有買一個MECO的這個 他們家的迷霧硬氣唇甲慕絲 等一下試試看我買了一個非常深的顏色 但是因為我那時候暈開的時候 發現顏色是血色那種好看的顏色 那我們先來把我們的遮瑕一拍 遮瑕度不高一拍就知道了 個人覺得我的黑眼圈還在 淡淡變淡了 我們把它戴到鼻翼這邊 妝感也是很貼很好看 這是我主要的 因為我比較不想要乾裂的感覺 總覺得是不是有點油水分離的狀態 用起來跟我剛剛在現場摸的感受不太一樣 雖然暈開之後還是好看的 我只是小小的懷疑 妝感還是非常好看 非常的貼 感覺我是拿遮瑕度比較一般的粉底液 然後拿來上那些地方 所以我不知道 我沒有討厭 但不能說到喜歡 遮瑕度是真的蠻自然的啦 肌膚的服貼度 大家應該自己可以看到 但遮瑕度真的低 好的 然後呢 我們就要來進入唇甲彩 當下我其實摸到它的時候 我就是得到一個超大的驚喜 我就覺得 我一定要跟你們分享一下 欸 它其實長得非常像那個 這個Alice老師那個牌子 Fairyland 什麼之類的 他們也有 就是唇甲彩嗎 還是就是甲彩 就是很像 但它這個是塑膠的 所以價錢也不貴 兩位多塊 然後呢 這是六號色 欸 就是長這樣 就非常相似啦 今天化妝品其實大家都很難 真的很特別 然後呢 我來畫 喔 超顯色 它的唇甲的部分 我就想說 夾的部分你們 就是臉夾的夾 有想要盤跨在裡面嗎 就是你有想要解決 腮紅這個部分嗎 超DVD顯色 但是我真的把它暈超開的時候 它還是暈得開 而且是均勻的那種 是美的 所以 Let's try 然後我就沾這樣 一點點 那個一點點好像還不夠 一點點呢 是不是 Oh my God 麻煩先開 謝謝 可以可以可以 對 我最近呢 腮紅也在練習 就是上在這一塊 那天是 Alice教我 上完以後 她就想說你怎麼會 不上在這裡呢 上在這裡看起來很好看 而且好像 聽說會看起來比較年輕 聽到年輕這兩個字 我覺得OK 我也要一起 我其實不太確定 鼻子這邊要背起 但我已經上了 所以就這樣吧 然後好像不需要延伸到外面 因為延伸到外面 那個是比較歐美系 畫腮紅的方式 其實去完日本之後 我真的覺得 我有一個全新的彩妝的體驗 就是很多東西對來講 不知道為什麼看起來都不一樣 我也不是說 看到什麼彩妝師什麼之類 就只是他們 日本人本身 就是在廁所啊 哪裡都有一面大鏡子 大家都在化妝 就是我跟你講 台灣也有那種大鏡子的地方 但是就是沒有人在那邊化妝 但是日本裡面是一大堆人 就是還要搶鏡子在那邊化妝 我就覺得看起來很開心你知道嗎 因為我就是這麼喜歡彩妝品的人 我就很喜歡化妝 因為我覺得化妝 就是有點像畫畫一個 創造一個什麼東西的感覺 然後你還可以帶著你的成果 在外面走來走去 所以日本大家都在這樣做的時候 我就覺得 好棒喔 旁邊的人就可以輕易開始聊天這樣 雖然在日本的時候 他們沒有在聊天 但是我覺得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想聊天 他們可能會不太喜歡這樣 但是我自己有一個幻想的 就是一個世界OK 我希望大家都化妝 然後大家就可以一起討論 因為我們是網路上 就是你們有在看我影片的人 是我已經覺得非常珍惜 因為我們都有在討論彩妝的部分 但是如果現場可以跟人家討論彩妝 然後你可以現場跟他臉上的一些妝的質感 或者是你指導對方 或者是別人指導你這件事情 你聽起來不覺得很開心嗎 我自己的感覺OK 我自己呢 再來上稍微深一點點好了 我怕我等一下定完妝 它就不見了 很有可能吧 我有看過有一些人 我上就是腮紅在這種邊邊角角的地方 我只是覺得這些像 到底好不好看我還不太確定 反正最近有很多新的技術要學 我就覺得很開心 OK 然後你看我剛剛其實全部都在用我剛剛稍微暈開的那一塊 這一塊我根本還沒有用 這一塊超大塊 這個顯色度 我得說我得說 有點偏深 如果沒那麼深的話 好像也可以 但它這麼深 今天我剛剛如果 直接打開 然後往臉上點個兩三點 超精彩 但是這次的隨機買我覺得我算是比較小心的 我覺得我可能太久沒有去包牙 每個東西我都算是仔細的有在摸 其實不應該摸的齁 好像不應該 但我摸了 我是開心的 這個我覺得點三點在臉上 想要挽回 有一點不太可能 應該是整個妝要卸掉 有用過這個人在下面 有用過這個人跟我講一下 但是其實它的質感很不錯 只是它就 紮身 這個我可以用一輩子 OK Anyway 那我們接下來的話就來定妝吧 因為應該是沒有其它是霜或液態狀的產品了 好 我買了這個Essence的這個 零負擔蜜粉餅 對就是這麼簡單的名字 然後就只是因為它的包裝 就你知道很簡單 然後粉質就是現場也是有摸了一下 然後上起來就覺得很細 然後真的是蜜粉餅 就是完全沒有任何的遮瑕度 然後上起來就是透明 所以我們來看看是否真的零負擔吧 那我就直接來上 這很好抓粉 來定一下眼睛下面 眼皮也要定一下 加上眼影 是細節的部分 然後接下來用大支的刷子 我莫名的很喜歡耶 就是它沒有吃掉太多 就是我臉頰上的顏色 然後就是薄薄的一層 本質也是非常的細 所以定起來也是好看的 有沒有看得出來吧 定完以後很明顯看起來比較年輕耶 紅骨毛孔的效果不錯 控油度我不確定 因為我自己是偏比較混合乾肌 但我覺得妝感很漂亮耶 而且就是剛剛你有看到有乾皮卡在上面 就是我在上粉底 而且是比較保濕的粉底 然後你可以看到有乾皮 在上這個底妝的時候 基本上你會看到那個乾皮更大的顯現 但是沒有 接下來換我們到眉筆的部分 我買了兩個MACO的東西 那我好險沒有買它的底妝 不然就是幾乎全臉MACO的是吧 這是他們的完美塑型專業眉彩筆 看起來就是一個鉛筆的感覺 然後這支叫深棕色 但是這個看起來 可以直接拿來寫評量了對吧 然後它上面有附一個很可愛的削鉗筆筋 這其實滿有效率的耶 這削鉗筆筋做這樣 然後就這樣子你就不會忘記帶 Parmograph他們就是還有附一個小的 但是你不會每次都記得要再帶一個消鉗筆筋 你不會每次 所以這個設計我覺得不錯 如果好轉的話其實 如果不好削就完蛋了 但我們現在還不需要削 我們就先來畫眉毛 很顯色耶 但是不是太顯色的那種 至少我現在這幾筆下去 它不是那種顯色到會結塊的那種 因為削得很尖的關係 其實可以畫滿細節的 有沒有 我個人很喜歡今天的眉毛耶 可能是顏色的部分也是我喜歡 因為它就是真的是深色頭髮可以用的 然後它看起來不是死黑色 但是它就是真的有一點點棕在裡面 但是就是你知道又很不明顯 看一下 你看 它顯色度很剛好 等一下 我是不是有可能覺得這支眉筆超級好用 我先說有可能 再來的話我們要進入眼影盤 沒錯 眼影盤呢 我就是在VC就是直接大發瘋 我買了三盤眼影盤 跟一個淡色眼影 對就是 之後如果有什麼 最暗的日系眼影盤評比之類的 就可能會用到啊 我也不知道它好不好用 至少我在刷射的時候 覺得它們非常的厲害 然後這邊有這個最新的 應該是最新 因為它們放在比較明顯的地方 然後它是全霧面的 眼影跟眼影之間是沒有任何的間隔交界的 它就是直接就是長這樣 黏在一起 那刷色給你們看啊 是它們的刷色 我只能說普通很順 不會卡色 這是我目前的見解 我摸起來這個感覺是 在眼睛上會非常的好用 感覺有可能 好然後再來的話 這邊是有它們的 柔影詮釋眼彩盒 我有2號跟7號 我覺得我還是需要花一點點時間 愛上日系的包裝 就是這個包裝 我覺得OK 但我不會覺得好好看 你知道歐美有很多包裝 會讓我覺得好好看 但是就是這個就普通 這個比剛剛那盒再好一點 因為它的細節也有比較多一點 但還是天非常的少女 那我呢 我自己好像比較沒有少女心 所以對這樣子的花邊包裝 我比較不會有悸動 但是產品好用的話 我可能會愛上 它其實有5個顏色 有發現嗎 它是4格然後下面有一桿 就是剛剛這個是2號 這個是7號 它們那顆大亮片眼影 看起來真的是超美 美到不行 OK 但是呢我只能說07號 它上面有寫說是限定 然後我沒有到這麼的灰 你剛剛看這個閃亮 這真的是很美啦 它真是有那個透明感 但不知道為什麼 它就是稍微就是再乾一點點 感覺那個亮粉會掉 02號這格 它的剛剛那個亮粉是 比較服貼一點的 我喜歡 OK 然後再來這邊這個單色眼影也順便 抓個色 然後我買的是PK3號 它原本有一個就是最紅的顏色 它就是直接沒貨 所以我就買這個 然後它的每個試用品 都被人家打開用到爆 所以我就想說 是不是也是很厲害 我就也來買一下 我就是一個很容易跟風的人 OK 它上面有很多細閃亮片 這感覺就是one and done 就是你上一個顏色 然後今天就可以到此為止 今天我覺得我上的就是 所有的眼影啊 除了霧面之外 這些亮片都是本人看 才會真的很美 好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是來直接進入 畫眼影的部分吧 我想要來使用這盒2號的顏色 然後現在使用這個顏色 我想用眼影棒 眼影棒畫得出來 但是會比較辛苦 OK 這個顏色我想要直接把它疊整個眼睛 喂 它很顯色 喂 它很顯色 我真的 對日系的眼影呢 印象可能還是停在說 不怎麼顯色 所以我剛剛直接上了這麼大手筆 等一下這個顏色上完 我們就可以說個拜了 這顏色看起來已經 把今天的妝解決了 就是這樣 眼睛下面可能是壓力一點點 好啦 我們今天不一定要每一盤都用到嘛 想看的人自己在下面留言啊 這霧面色今天應該是用不太到 應該就是這一盤把它畫到底 然後呢 想要來上這個亮亮的顏色 欸我真的不確定喔 但是我想要把它上在我們這個 過度暈染的這一塊 這個在影片上我是真的不知道 你們說你看不看得到 我個人是覺得應該是看不到 但是這樣子整個眼妝看起來 有一個濕濕的感覺 就是我這個眼皮 看起來是有點在流汗嗎的感覺 這很好看的那種 看到一層薄薄的珠光 細珠光 好原本這個妝色 還是少吃一點刷子 太漂亮了吧 我剛剛覺得7號色這一盤 裡面這個顏色 是蠻淺的珠光色 所以我要拿它來上 裡面腳這一塊 顯色度要疊加啦 等一下欸 沒有人跟我說Visee眼影這麼好用 通常都是聽到KATE在上之類的 但是這個是非常非常之優秀 我現在眼睛上面的這個 非常漂亮的細珠光 就是這一層的顏色跟中間暈染的那一層顏色 都超級無敵美 然後我現在這顏色我再抓一支刷子 小小似的 點一點點 超級顯色 我稍微把它 眼睛刷上擦掉 然後用暈的把它暈開 OMG欸 超級漂亮 雖然這邊有這個乾紋 不好意思那個底妝 加油 但是眼影本身非常的之優秀 有沒有 超級美的漸層欸 這一盤如果今天要 我把它拿來畫一個超美歐美妝 我覺得我一定是辦得到的 超漂亮 好那我就直接來用 這一盤很明顯就是主角的這個顏色 閃到爆 直接上來多 然後對我直接用手 喔齁 所以它這個亮片是有點底色的 比較深色的亮片 什麼意思 超級漂亮 其實日系的眼影因為他們範圍比較小 所以我覺得還蠻難拿捏要怎麼上的 我覺得每次都會上到兩邊就是蠻不對稱的 怎麼上完以後其實有點像煙燻妝 原本就應該是煙燻妝吧 I don't know 啊其實還有這個單色的眼影 我覺得應該已經沒有地方可以上它了 Let's try 一點點 我加了這個單色的眼影 再就是眼頭 比較正中間的部分 我現在超漂亮 我只能這麼說 欸這盤超漂亮欸 超漂亮 我剛剛有被它的粉質驚豔到 可能是我的期待值很低 我現在覺得它超讚的 然後我很開心我買了 但是我只能說PK7號我還好 就普通 但是2號OMG超好用 這樣讓我有點期待他們的顧名色 好接下來的話 我買了這個 這個眼線筆好貴喔 要500多塊 但是我那時候一刷色 就是想說 哇怎麼可以這麼流暢 然後它又是一個很可愛的一個摩卡咖啡色 所以我就買了 你最好要超好用 這個就是我之前很愛的一個睫毛膏的牌子 然後那個睫毛膏也是因為 隨機買系列遇到的 這是PKROM 它打開裡面有些小細節 可愛 看起來就是一個沒有什麼 太大的特色的一支眼線筆 塑膠感其實蠻嚴重的啦 然後蓋口這個附近 就沒有很平整 你看得到它的廉價感 你看得到 你看得到它那個凹凸不平的感覺 我覺得我會特別講就是因為它要500多塊 對 553 它就是今日最貴 你現在如果沒有炸好用的話 不能接受 看一下刷色 在店裡面刷的時候 再更流暢一點 這裡有沒有那麼流暢 可能刷一下 有啦 有比較流暢一點 那它是個比較鮮豔的咖啡色 我們就來看看會發生什麼事 欸 這個畫得還蠻厲害了吧 這是比較寒稀一點的眼線畫法吧 它們是直接連接出去 然後就是一條線內 它不會把這裡埋滿 那是我自己之前的畫法 就是會埋滿 這是我在學習中的眼線 所以我不是很有自信 但是接下來呢 如果要它們兩個一樣的話 應該說這是最難的事情吧 因為我這邊畫的就是太順利了 所以我這邊會有一個失落感 這是我現在真的非常新的一個眼線 那你們再告訴我 我覺得我畫得怎麼樣 怎麼樣可以改進 或者是你們覺得適不適合我 我是覺得也蠻適合的吧 可怕 再來的話 是這一個 這個是Kiss Me 它們家的睫毛打底膏 我不知道它們有睫毛打底膏 雖然我是因為我一直持續 都一直用我自己最愛的 愛杜莎 然後跟那個 YouKiss的睫毛打底膏 我都沒有去看別人 聽說Kimmel還是 賽上的也很好用 但是我是因為Kiss Me 是我自己非常喜歡的睫毛膏品牌之一 所以我就想說它如果有睫毛打底膏 應該是會很厲害 應該要吧 因為它的睫毛膏超級防水 然後就是超級維持捲竅的 好那我們就是來上這一隻眼 它刷子是長這樣 我記得這個是黑色的 但是 是透明的吧 這算是我第一支用的是 有這種毛刷的 因為其他那兩支 我最愛的愛杜莎跟那個 YouKiss 都是這種 直接是塑膠 這樣子 就是這樣 一個 梳子的形狀 然後這個是直接是刷的 不知道是會比較好用嗎 有辦法成為 我心的最愛嗎 這邊應該是因為夾的比較翹的關係 所以看起來再更翹一點 然後眼睛下面也來 我覺得刷完沒多久之後 就有一點掉下來了 我覺得還蠻明顯的 就是我的另外這兩支 我超級愛用的 他們比較維持那個捲竅 尤其是剛上上去完之後 不會馬上垂下來 他們比較像 壞乾膠的那種感覺 你知道嗎 所以 光是 有點小小垂下來這件事情 我就自己有一點點 沒有到很愛了 所以 我現在就先去把睫毛膏上完以後 我再告訴你們我的整個心得 OK 我回來了 對 頭髮放下來 然後 這個髮夾是Bunny&Reed的 沒錯 我有他們的折扣碼 他們很常會有折扣 然後加上我的折扣碼 可以再打95折 沒錯 你知道 不打白不打的感覺 YES 我只能說 那個打底液 有點還好 接下來呢 我有這個 那我覺得是我很久沒有使用的一個品牌 不知道為什麼 我去靠近逛這個 ZA的時候 對 我叫他ZA 以前還有被他們業配過 我叫他們ZA 我記得蠻多人 不是很開心 我叫他們ZA 跟很多人有被我的ZA娛樂到 他就是ZA 我記得是廠商 不開心 因為我叫他ZA ZA很可愛啊 OK 那這個是ZA 他們家的 修容 跟打亮 我只是看到 這好像是限量系列 椰目目光 高光修容盤 我只是看到 我想說他的修容色 看起來還不錯 我這樣一看 有點深 然後我來看一下他的高光 我們現在無視這個眼線的部分 我剛剛用那個獅子巾用力搓 他完全掉不了 所以這個520的眼線 可能真的有520的價值 看這個是 剛剛的這個修容跟打亮的顏色 有沒有 是兩個很美的顏色耶 我原本想說 這塊就拿來用修容就好 這次就拿他來上身看 喔他很深耶 敲爆 先稍微上一點點鼻影 底妝看起來蠻慘的耶 就是近看啊 妝感有點開始在結塊剝落的感覺 你們看得到嗎 如果要我形容的話 我不會說這是漂亮的底妝 我只能這麼說 這個底妝還不錯 他顏色真的是挺重的 然後稍微用這個大隻的帽子 稍微 繞一下 給你加外側 這個修容其實很自然耶 我一開始想說 他顏色其實可能有點灰 但其實蠻自然的 我現在上超多的其實 這邊是沒有 這邊是有 欸 這個顏色很自然耶 你看粉質是蠻細的喔 剛剛整個臉就是小半號 然後其實我現在沒有在敲了 我現在就直接亂上爆上 我到底現在是心形很好 還是我的臉看起來真的很小 欸他這邊的妝 已經開始結塊剝落了 不行 但是 修容好 修容可以 那我們來上一點點他的打亮部分 感覺就普普通通 粉粉的感覺 好 稍微上在 最高點的位置 就普通 近看沒有特別喜歡 遠看 我覺得很漂亮 很自然 真的在想辦法控制自己不要上太多 我還是上了很多 但至少不要一直往臉夾好 你知道嗎 以前的我就是 嗚呼 整個到嘴巴旁邊都快要有了 現在這樣上其實真的 在臉被光打到的地方 這一塊真的比較好看 好我得說 我每次繞去Catrice的櫃 我都會覺得我必須買個什麼東西 因為他們很便宜 然後東西又非常好用 但是今天我買了這一盤 我就知道這盤我應該是不會用 然後一定是又是拿來裝飾啊 或者是 不久就會被我丟到二手拍裡面去了 那我就在這裡順便跟大家宣布一下 我們非常站定 這次也是一樣有小幫手幫忙 但是小幫手只有一個 所以大家有耐心一點 我們會處理久一點點 所以 4月25號是我們預定 就是蝦皮二手拍的日子 那一天的話 我一定是會找個晚上10點或11點 就是大多數人都是下班 然後你知道 可以有時間去看手機的時候 然後呢 蝦皮二手拍的話 一定會遇到就是各種當機 進不去什麼東西之類的 我真的很抱歉 你們如果有更多推薦 然後可以在線上 讓大家購買二手拍的平台的話 請告訴我 因為對 我知道大家都說很想要就是現場的啊 但是 我的沙拉醬們各縣市其實都有 所以 我二手拍會盡量比較想要放在網路上 然後呢 如果真的大家有非常想要見我本人的話 有嗎? 我這樣講就是超級無敵 小白幼子大的 但是 如果你們有真的很想見到我 然後想跟我聊聊天 希望有的像見面會一樣的東西的話 你知道的 好 那我們的話剛剛就是到這個 就是我在Catrice的櫃看到 你看他的盒子 就是他那個包裝 我不能說他的質感很好 因為這真的是非常廉價的一個金色 但是 是扎實的包裝 然後 這個盒子 這就是我單純看到 然後我就是想買的東西 OK 就是想要 然後我也是一樣有刷色 刷給你們看 嗚呼 剛剛用完日系的彩妝 再看看這種歐美系的 哇 這個顯色度真的是 驚為天人的不一樣 但是我真的慢慢的學習到 顯色度不是一切這件事情 所以我才開始去 appreciate 日系彩妝 韓系彩妝他們的美好 所以 不是顯色就代表一定超好用 但是Catrice的話 基本上應該都是超好用 偏多 那我的話 因為我覺得我臉上這個腮紅 稍微淡了一點點 所以我就來用一下臉的腮紅 這個比較亮的顏色 然後再戳一下 我覺得我黑眼圈是因為真的沒有遮到 所以我眼下看起來黑黑的 然後加上剛剛用的那個眼影 太絕對灰灰暗暗的 那你們剛剛看到刷色 所以就是 欸自己私人想買 最後的部分我們有的是唇膏 對沒錯我就說了我在Visei 就是go crazy 就是我看到這個 算是新的唇膏把它放在比較新的櫃上 我之前好像沒有用過或者是我用過 我完全忘記了 OK 這個是他們最新的霧面 我記得是霧面 這時候我剛剛摸的時候它是霧面的顏色 然後我買了PK840跟BR340這兩個顏色 然後呢因為我平常就是一定就是買土色的 但是最近像我說的日系彩妝 我開始真的在用一些比較春T一點的顏色 就是這種比較粉嫩的顏色 來這個是PK840 我覺得日本他們的PK的定義 其實應該是珊瑚色才對 這是珊瑚的顏色 但的確珊瑚粉所以的確是PK啦 但是PINK我比較會想到這種顏色 那就是比較橘暖色的那種感覺 橘暖珊瑚 那我就直接上在嘴巴上 我只有在手上試色而已 所以you know 但其實這樣看起來又還蠻好看的 我剛剛直接把它整個嘴巴塗得滿滿的時候 我自己有點不太喜歡 說實在 但現在看這樣又蠻好看的 但它就是很薄的質地耶 就是如果唇況不好的話 它應該會蠻慘的 就我現在唇況也沒有到特好 我剛剛是真的有點敷東西 然後把那個死皮什麼東西都有先戳下來了 但是可以看得到我的死皮乾皮們 就是你知道剩餘的它們 還在上面會被這個唇膏放大 可能也是因為跟顏色有關 因為這個顏色算是比較亮一點的 但是得說還是蠻好看的吧 浮調色 好像沒有這件事情 不然就是它還要時間乾之類的 但是我覺得應該不太可能 它感受就是那種慕絲狀 然後沒有很飽和的慕絲狀 只能說以我個人喜好來說 我現在沒有特別喜歡 但顏色蠻好看的耶 如果就是這樣薄薄的之後 看起來就很自然 好接下來這個顏色 才是我的True Colling 就是我真的是還是很愛的 土色系列 這個是BR340 看起來就超土 很土 看了就心情很好 會希望它再更飽和一點 對 OK今天所有產品終於展完了 我就是亂買了一大堆 我忍說我現在看起來底妝狀況不太好 其實都是我剛剛有上遮瑕的地方 看起來很糟 我沒有上遮瑕的地方 像我的額頭 就很像自己的肌膚的感覺 然後臉頰什麼東西之類的 但是就是剛剛這一圈啊 眼睛下面有上遮瑕的地方 都不太妙 那就是說今天所有的產品呢 大家都已經知道我的心得了吧 然後我現在告訴大家 我們底妝的部分呢 就是目前是覺得 Integrate CC Cream 感覺 平常每天都可以使用 我會很喜歡 這個跟這個的組合呢 好像出了點事情 不確定是它還是它 我覺得很有可能是它 因為我覺得我的 Integrate BB霜的部分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我會要再多測試一下 就是這兩個 Integrate BB霜 然後這個的粉質其實非常的細 我是極度懷疑是YOU的問題 OK 我還是很喜歡這樣子到處亂買 然後我自己今天一個 Pleasantly Surprised的 就是這位 MECO的這個就是唇頰霜 我很喜歡耶 就是它真的太顯色 它的顯色上一定用不完 你買這一罐 我給你保證絕對超值得 如果你知道怎麼使用的話 一定千萬要非常的小心 它這樣子出來 它還給你這麼大一顆的頭耶 我真的是最小的一點 輕輕點一下 我還是用比較沒有沾取這麼多色塊的那個 就這樣輕輕的點 但是它又可以運出這麼漂亮的顏色 你看輕輕的點就這麼大的範圍了 所以你在臉上的時候你要這樣嗎 輕輕點 太難了 所以其實就是一定要在別的地方上了以後 然後在手上暈了一下 然後再上在臉上 但是在臉上它的延展度非常好 然後也很好控制 就是沒有結塊 至少這個顏色我自己是覺得非常優秀 那個質地的部分是非常優秀 然後訂完妝之後 它也沒有馬上直接消失在我的臉上 所以我覺得很優 然後這個眼線筆我已經降了非常多次 它真的沒有要下來 我們來試試看卸妝水 有好一點 卸妝水 我是真的很用力在擦我的皮膚 這個力道擦在我臉上 我臉現在一定爆過 今天這是我們影片的部分 有喜歡的話不要忘了給我一個讚 然後不要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每次有影片的話都會一個通知你 今天蝦皮二手拍的部分 更詳細的資料我就寫在下面 然後跟我的蝦皮賣場的連結 只是先讓你們加起來 然後時間的話就還在很遠之處 所以大家就是這個提醒什麼東西之類的 這一次還是一樣會有蠻多東西的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那一樣如果有什麼任何的店啊 或者是任何奇怪的品牌 想要我去開箱 然後想要我去來個隨機買的話 不要忘了下面一定要留言 讓我知道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我們下次見喔 掰掰 我們下次見